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号召民众在这个星期六早上11点聚集在索果和平集会 该组织向当局做出了三项施压 包括了执法当局必须立刻逮捕阿战巴基 针对阿战巴基的法律程序马上开始 以及重组反弹会并将它隶属在国会之下 文告获得多个反对党青年团以及17个民间团体的支持 包括了人民团结秘书处 龙雪华清 人民之声以及竞选盟等等 他们强调 所有高层必须停止透过欺骗和滥权 来保住利益以及职权 这些团体也呼吁无法参与集会的民众 在小小平台上是放上黑棋 并在贴文当中标签 Danga Azambaki以及Romba SPRM 另一方面 澄清团使言 动员超过1000名团员来参与示威活动 那么澄清团的律师法德里透露 该团会找将近20名的律师到场担任观察员 确保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 以便这场和平的集会能够遵守SOP 首相署旗下机构股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原定在明天传召阿战巴基 以解释超额持股事件 但是呢 阿战巴基以抵触法庭案件为由 拒绝出席并且导致听证会展言 该委员会的四位反对党成员 包括了阿兹加曼 陈宏坚 邱培动 以及梁兹坚认为 不管阿战巴基是否出席 该委员会都应该按原定计划来开会 阿战巴基 hanya memberikan pandangan peribadi beliau tentang kenapa dia tidak mahu datang menghadiri mesyarat yang dipanggil oleh kita jadi itu hanya sekadar merupakan alasan beliau tetapi dia tidak harus menjadi satu alasan yang boleh diterima dia tidak boleh override dia parlimen kalau kita panggil dia dia sepatutnya datang ke mesyarat jawatan kuasa tuyangh sini dan anda berikan jawapan anda 邱培动认为 特委会应该坚持立场 也就是阿战 必须出席 如果他拒绝出席 那么特委会 就可以采取行动 他也补充 阿战拒绝国会 传召的做法 或会开启先例 让其他人也效仿 另一方面 前国会下院副委长 尼克明指出 一旦阿战巴基 拒绝出席 国会特别 领寻委员会的 会议作证 此举不但将构成 严重的 蔑视国会罪行 它也可以在 1952年 国会特权和 权力法令 第八或者是 第十六条文之下 受到惩罚 另外 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阿战巴基 超额持股 风波爆发以来 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 今天第一次 做出了回应 证券会 只说了 该会已经结束 针对阿战巴基交易账户的调查 而根据搜集到的证据 该会无法断定 发生违反 1991年 证券业中央存管法令 第25之四条文的行为 我们来换个焦点 最近盛传 柔福将在农历新年之后 来决行周旋局 不过疫情隐忧还在 外界批评的声量是四起的 大马民主政线的主席 赛查迪 措辞严厉 指责要办周旋的政治人物 他声明了 现在没有举行周旋的必要 因为周政府稳定 反对党也清楚表明 将会支持周政府 直到任期结束 不相似 Melaka 我们正在通过 一约 Omicron 在沟通的 在沟通的 企业的医院 已经承计 那些数字 能升至10,000 在一月之后 一半月之后 那么 为什么 政策我们 那么严重 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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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杀死人物 如果人们 死 出的 瘍 他们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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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在 Singapura Yohorians are stranded in Singapore They cannot go back You are stripping away of the opportunity to vote You are taking a huge financial cost on taxpayers For what? For power 在下地也提醒分开举行国州选举 所需要耗费的经济成本 而柔辅子民和所有政党领袖 都不希望在此刻来举行周选 而是在经济复苏之后 南北大道的无线社评识别通道 昨天因为系统无法良好运作 导致好几个收费站交通拥堵 但是在网民贯报脸书留言区的当儿 南北大道选择关闭留言功能 更是火上加油引起极大的民怨 如今前手下纳吉再加上异角 那么质疑RFID每张贴纸价格低过一令吉 为何却高卖35令吉 纳吉也询问了 一旦收费站全面使用RFID系统 南北大道或者是Touch & Go公司 是否提供回扣给SmartTay的用户 最后我们祝贺全国的新独教徒 大宝森节快乐 我们再会了